今天我们来测评 最近网上风很大的那些农科院美食 最近农科院还有高校的各种美食 特别的火嘛 但是有的人呢就说 嗯还一般 所以呢时隔今天就买来尝一尝 绝对不是因为我馋哈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气不灯而已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好吃 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 三千娃辣条 湖南辣条和河南辣条 它们分为两大派系 我们东北这边一直吃的胃龙 它就是河南辣条的代表 今天我们尝试这个湖南的是什么味道 我买了三种炭烧麒麟味的面筋 一块六一包 有一点点像肉串之类的 有一点点的甜 非常辣 半天薯条 七毛九一包 嗯很感觉 油油的香香的 有一点点的甜味 手工豆皮 这个两块一一包 是这种薄薄的豆皮 然后它是脆的 这比刚才这个还有辣 不甜 纯香辣的味道 就像那种腐竹 炸的酥酥脆脆的那种感觉 我比较喜欢这个薯条 还有煽烧麒麟 这个翻天娃确实挺好吃的 是和胃龙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这个娃是个好娃 来自烟台农科院的 烟鼠25号 关于这个烟鼠 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2006年的时候呢 研究所的所长 把一大堆它们培育的那个地瓜 都放在了地窖里边 隔了一阵发现有一窝 这个口味刁钻的耗子 它们只啃了那一种地瓜 然后它就判断 这个地瓜肯定是最好吃的 就培育出了 烟鼠25号 不管是从风味上 还是糖度上 还是产量上 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地瓜 垫上锡纸 到烤箱里烤一个小时 每隔20分钟给它翻一翻 感觉好像还不赖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买烤地瓜 都是拿报纸包的 超级超级超级甜 这个25号 决决子 来自华南理工的无虫 烤鸡腿 吃鸡翅梗 这一袋是4块9 里面有4个 这种呢 是不是小了点 甜好的 蜂蜜味很重 油油的香香的 但是肉质有一点点硬 个人觉得味道很好 但是口感差一点 南农的黄教授烧鸡 这黄教授 每天就在实验社里 人家就烧鸡吗 这个烧鸡最近可火可火了 听说南农门口 还有一家叫香夫妇的烧鸡 也很火 但是我们这买不到 来咯 我们把它拆开 这个鸡它会看起来 非常的软 万多汁 我来了 你看它有好多汤汁在里头 可以啊 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没有出现 就是它不柴 它非常的软烂 头盖骨都可以放在嘴里嚼 我们再来尝一个腿 它说不上是一个 琢磨琢磨味道独特的鸡 但是它这个味道吧 很入味儿 而且它的调料好的比较天然 你就感觉它是一个香的很纯朴的鸡 而且这个肉它真的有越嚼越香 但是口比较淡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 这个鸡它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咸 但是锦州人是不会咸鸡咸的 来自西南大学的 磨玉凉皮 把它倒出来清洗一下 加上它这个麻酱包 它这个凉皮是用磨玉做的 所以就热量很低很低 让我们来尝一尝它 我买的时候看到它有很多口味 有那个香辣味的 但是我看评价里面说 那个香辣味的非常非常辣 建议北方人不要尝试 我就没敢试 我就买了个麻酱的 它好神奇啊 虽然它已经告诉我 它是磨玉做的了 但是进到嘴里的那个口感 因为它不是面条的那种 耿啾啾的口感 它是那种炖炖的脆脆的 像那个素毛肚的那种口感 味道的话只能说还行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腌鼠25 YYDS 辣条和那个烧鸡也不错 另外两个我就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的普通 那不要忘了点个赞再走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